網上近日流傳深水埗一間車房的四名職員 懷疑因為抄牌問題 和一名交通督導員起爭執 被網民棄稱為深水埗ERROR 他們涉嫌公然挑釁 以及辱罵交通督導員和警員被捕 有眼理的網民就認出 其中一名姓趙的被捕男子 竟然是九年前的網絡紅人十四巴港男 翻查資料 2013年10月4日港女鄭欣娜在土瓜環新碼頭街 露刮貴地的男友十四巴掌 但十四巴港男竟然向她貴地求饒 過程被圖人影低 短片在網絡風傳 當年爆紅的十四巴港男 2015年獲電影公司邀請 參加宣傳活動 上演坐牢真人騷 她事後曾經接受東周刊的訪問 只坐牢七天想了好多事 聲稱以後會好好做人 又提起當年被掌掘一事 人家問我 我不是要提起 人家問我誰要綁分手 誰要綁分手給人家 不讓我綁分手 女生很難打散 女生有很多特權 但別浪費著雞年 好…